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杰森视角 今天我们首先谈谈泽林斯基 关于乌克兰大反攻等重要问题的最新专访 然后来谈一谈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中一等大事 那就是中美关系问题 一方面 华尔街日报专题报道了 美国在西太平洋开始实施一种崭新的军事策略 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拜登政府和习近平政府 双方都有迹象想伸手挽救中美关系 但偏偏双方伸出的手又出现错位现象 中共再次用脚回应了美国伸出的手 在谈中美关系之前 我们简单先跟大家聊一下 华尔街日报最近对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进行一次独家专访 这个采访涵盖了一些非常关键的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内容 在采访中 泽林斯基首先被问到的就是万众瞩目的乌克兰大反攻的情况 泽林斯基的回答完全正是了我此前分析乌克兰反复推迟大反攻时间的原因 那就是乌克兰对俄国制空优势的担心 泽林斯基说 大反攻已经准备就绪 但是还等一些关键的军事设备 虽然泽林斯基没有说他等的军事设备是什么 但是从他后面的谈话中可以看到 他应该是在等待更多的防空武器和美欧国家最近给乌克兰承诺的F16战机 泽林斯基提到 在地面部队军事装备方面 乌克兰军队已经非常有信心了 经过西方国家这一轮打炮 坦克 装甲车等方面的补给 乌克兰军队的装备现在和俄罗斯军队相比 已经处于明显的优势 但是乌克兰方面依然非常担心俄罗斯军队在空军方面的绝对优势 如果俄军完全控制未来战场上的制空权 乌克兰军队的大反攻很可能会伤亡惨重 甚至会出现失败的威胁 这就是乌克兰迟迟不敢发动大反攻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当然 俄国军方也看清了乌克兰的这个软肋 最近连绵不绝地向乌克兰各城市发动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 明显是在用这些相对廉价的武器来消耗乌克兰有限的防空武器和弹药 泽林斯基在采访中就表示 他不得不经常在两难之间做出选择 是用这些防空武器现在来保护城市中的平民呢 还是用它来保护未来战场上的乌克兰士兵 从这点上来看 俄罗斯这种不讲基本道义的持续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乌克兰城市平民的行动 是俄军拖延乌克兰军队大反攻时间表的有限选项之一 在战争中不择手段的达到军事目的 这是俄罗斯军队的一个传统特点 记者还问到泽林斯基对美国2024年大选的看法 问泽林斯基会不会担心川普重新获胜 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对这个敏感话题 泽林斯基没敢直面回答 他首先感谢拜登政府对乌克兰在战争中的持续支持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拜登政府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70亿美元的援助 并且承诺未来会提供持续的军事援助 他也提到他不是很理解川普为什么说 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 就能在24小时内让普京和泽林斯基坐在一起开始谈判 当然泽林斯基也强调 拜登是在战争发生时当美国总统的 而川普是在战争没有开始时当总统的 所以两人有关战争的言论和状态是没有可比性的 他希望无论如何未来都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同时泽林斯基更关注的话题是他和北约之间的关系问题 泽林斯基提到2008年乌克兰就提出希望加入北约 但是因为北约中的一些国家非常害怕俄国报复 所以没有敢答应乌克兰当时的请求 现在看来北约拒绝乌克兰的要求并没有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目前乌克兰在战争状态 泽林斯基当然不指望此时被北约接纳 但是他更迫切的希望是 北约能在7月在立陶宛举行峰会时 给乌克兰一个能够确保加入北约的承诺或路线图 目前泽林斯基不知道他能否争取到北约的这个承诺 这很可能和乌克兰未来这次大反攻的状态和结果有关系 记者也问泽林斯基对中共有什么看法 我们时常在媒体上看到 泽林斯基对许多西方政府和领导人的措辞很直接 甚至是犀利的 但是说起中共 泽林斯基在用词上是格外小心 西方国家的政客都是在各种谩骂声中一步步走上来的 而西方政客的行为是受普世价值 民意和权力制衡等因素约束的 但是习近平不一样 人家习近平是太子党出身 早早就在中共官场坐上了直升机 一路被呵护着升上来 现在习近平在中国更是大权独揽 做派越来越像皇帝 如果因为说话不慎惹恼了习近平 把他彻底推到普京的怀抱里 这对乌克兰就太不划算了 所以泽林斯基只是简单的说 中国是个大国 所以希望中国能像美国一样 履行大国的义务 像欧洲和一些亚洲国家一样 为维持世界秩序做贡献 当然了 讲未来的期望就意味着现在的失望 这其实也就表达了泽林斯基 对中共现实表现的失望 泽林斯基也提到 他近期在和习近平通电话时 提到希望中国不要给俄罗斯提供武器 习近平口头答应了 不会给俄罗斯提供武器 但是习近平显然是在玩文字游戏 武器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枪炮导弹飞机这是武器 但是望远镜夜视仪 或者卫星图像分析能力等 这些能够直接用于战争的产品和技术 这算不算武器呢 2017年 习近平也当面向川普承诺 不把南海军事化 结果中共在南海的人工岛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越来越成为装备齐全的军事基地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有关乌克兰的新闻 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泽伦斯基 目前正在努力推动在7月的北约峰会前 搞一个把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全球领导人和平峰会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制定一个被世界广泛接受的 乌克兰战争停火谈判的条件 他们期望这个停火条件甚至会被印度 巴西 沙特拉伯和中国等这些 和俄罗斯走得很近的国家也能接受 但是与此同时 泽伦斯基在多个场合多次重申 收回被俄罗斯占领的所有乌克兰领土 是停火的最基本条件 泽伦斯基的条件 与俄罗斯和中共提出的停火条件 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俄国和中共默认的条件是 乌克兰认可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20%领土 正式把他们划归俄国 在我看来 马克龙和泽伦斯基想通过一个世界和平峰会 就让世界在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条件中取得共识 这种倡议的本身就充满了左派青年 对世界理想化认知的全部特色 其实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未来的乌克兰大反攻的战场将会让很多事情变得清晰起来 如果这次反攻中 乌克兰军队真能把俄军打得溃不成军 大量收复被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乌克兰的条件当然就会成为世界主流观点 但是如果乌克兰军队在西方如此倾囊相助的情况下 在大反攻中依然是举步维艰 那么乌克兰要求俄国全面撤出乌克兰的条件 就会被很多国家认为是不切实际 这话说出来听着感觉残酷不讲道理 但是战争就是残酷的 不幸的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 人类很多问题最终还只能在战场上解决 争斗双方要么一方在战场上彻底击溃另一方 要么是双方都被战争折磨的精疲力竭 只有在那时双方才可能不得不接受现实 所以乌克兰战争目前清楚的进入了一个关键点 乌克兰军队在未来大反攻中的表现 将成为这个战争未来走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好 泽林斯基和乌克兰战争这个话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谈谈中美关系的最新发展 如果问当今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话题是什么 那非中美关系这个话题莫属了 没有任何其他话题能如此全方位的影响 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 我在以前的节目中提到过 时运或天意这个概念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容易理解这个概念 但是任何过去五六年认真观察中美关系 发展轨迹和大事件的朋友 应该能体会到 似乎总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关键时刻左右着中美关系 让中美关系在一波三折中 偶合减少 对抗增加 就美国拜登政府来说 从拜登入主白宫之初 就希望改善和中共政府的关系 但是一件事跟着一件事 结果拜登不但延续了川普对中共的强硬政策 反而在很多方面变得更加强硬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2月份中共流浪间谍气球事件 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 拜登持续想和中共建立通话渠道的努力 终于在2022年11月的20国峰会上得以实现 在拜登和习近平的会面中 两人亲自敲定了在部长级别建立持续的通话渠道 给不断下跌的中美关系设定一个地板 防止在关键领域出现擦枪走火的意外 结果 就在拜登政府第二号人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准备登机前往中国访问的前夕 一个悠悠荡荡的中共气球 却出现在了普通美国人的视野中 我们后来知道 中共的这个气球很可能不是专门针对美国的 因为在此之前 中共的间谍气球在世界各地都被发现过 而且就那么巧 这个飘在2万米高空的气球 偏偏被美国一个国家安全意识特别强的乘客 在飞机上无意看到了 并拍了照片 而且就那么巧 当地报纸竟然对这个业余照片很感兴趣 还在当地媒体刊登出来了 一时间舆论哗然 这才逼迫美国军方不得不承认 他们其实早就注意到了 中共这个气球进入加拿大和美国领空的情况 只是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把它击落 拜登政府的不作为让美国民众大为愤怒 随后几天 随着这个公共汽车大小的中共气球 在美国上空悠悠哉地游荡着 美国民众的愤怒情绪屡创新高 在这个民意下 布林肯哪里还敢访问中共国呀 结果 拜登和中共建立沟通渠道的这次努力再次失败 在美国强大的民意压力下 拜登政府最后不得不决定在气球离开美国海岸线后 用导弹把这个气球给击落下来 这下轮到中共那边面子上挂不住了 中共那边一直坚持说那是一个失控的民用气象气球 打狗还要看主人 美国这么干分明是给习主席颜色看 习主席也是有脾气的 是不好惹的 于是中共直接对美国表示 布林肯以后别考虑再来中国了 而且中共随后开始升级了对美国政府和企业的对抗行动 就这样 上万米高空上的一股风 就把中美关系吹入了新的谷底 有人会说 毕竟是中共气球入侵美国领空在前 难道美国人就没有权利对中共这种行为愤怒吗 有 对此 我是这么看 对抗的大国之间互相搜集情报是一个正在进行式 它用各种方式分分秒秒的在进行着 在民间 在互联网上 在空中 包括美国侦察机 在中国领空以外 沿着中国搜集信号的行动 都是这个国与国之间的情报搜集的一部分 中共是专门设立了黑客部队 这个军队的黑客军人每天的工作 就是到美国各大公司或政府部门去偷窃各种情报 在奥巴马时期 奥巴马曾经试图和中国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中共对美国的互联网黑客行为不要针对美国的商业企业 主要原因是 因为多数企业都不可能有资源和中共国这样的国家在互联网上对抗 中共以一个国家的资源去直接窃取企业的商业机密 对美国企业是不公平的 但是 奥巴马政府和中共政府提出这个协议的一个潜台词就是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黑客行为 窃取情报的行为 是在敌对的大国博弈这个概念下可以理解的行为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拜登政府最开始 不想把这个流浪气球的事情广而告知 但是 因为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阴差阳错的机缘巧合 造成了舆论快速朝着拜登政府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的状态 最终 逼迫拜登政府不得不采取导弹击落的方式来平息民愤 这就叫形势逼人 我前面提到的时韵 天意和这里的形势 其实都是一个概念 当然了 天意在人中的表现总是需要通过人具体的行动来实现的 所以 在这个过程中 人的意志也是可以有所体现的 回到中美关系这个问题上 拜登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定位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 就是对抗和合作并存的关系 特别是在军事和全球暖化等问题上 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和中共重新建立沟通渠道 因为拜登政府总是执着的想和中共沟通对话 虽然是屡屡碰壁 屡屡被骂 但是还是摆这不倒 6月3日 49个国家的600多名国防领域的官员聚集在新加坡 参加香格里拉安全对话 讨论国际安全话题 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新任国防部长李尚福 在会前 美国一方再次尝试和中共沟通 希望安排一个奥斯汀和李尚福的单独会面 美国这边的意思是 你看 我们两边的国防部长都需要去 而且李尚福今年刚上任 大家要不要开个会 认识认识 但是中共对这个简单的请求也是断然拒绝了 中共声称 任何形式的双边接触都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中共何出此言呢 因为李尚福目前在美国的制裁名单里 2018年9月 美国因为中共军方从美国制裁的俄罗斯武器出口商那里 购买了军事物资 从而宣布制裁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的时任部长李尚福 此前中共暗示过 希望美国停止对今年升任国防部部长的李尚福的制裁 但是因为对李尚福的制裁 是根据美国2017年生效的一个法律来实施的 所以美国政府作为一个执行部门 也没办法说取消就取消了 但是难道这是中共真的拒绝和美国建立高层沟通渠道的主要原因吗 中共是很看重面子 但是中共也没傻到为一个官员的面子而放弃真实利益的程度 我认为中共拒绝的根本原因 是中共不认为建立一个中美两军的常态化沟通渠道 对中共有什么好处 美国人比较喜欢简单直接处理问题 既然中美现在不是处于战争状态 同时大家的飞机军舰都经常在台海和南海等 空中和海域有各种行动 那么大家最好能够实时偷通气 告诉一下我下面的军事行动计划是什么 以免出现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甚至出现擦枪走火的问题 但是中共这边不希望给美国提供它的清晰的军事活动意图说明 不管是在国内和国外 中共都是最喜欢玩模糊的游戏 朦胧的感觉 今天开船到钓鱼岛附近海域晃悠一下 明天又派飞机到你的侦察机旁边骚扰一下 中共就是想通过这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挑衅行动 让对手最大限度的产生紧张的压力 从而尽可能的谨慎保守的猜测 中共的红线位置从而自我设限 拜登政府方面的理想状态是 如果哪天看见中共军舰大量出现在台湾海峡 美国这边可以有一个中方的电话直接打过去询问 你们这是计划干什么 我美军这边需不需要特别留意什么呀 没事 就是我们的山东号航母出了一些问题 这是回大连抢修的 我们不会在台湾海峡长时间停留的 放心吧 我是不可想象 中共会希望进行这样的沟通对话 这对中共来说 不是交流而是泄密 这会让中共在东海和台海进行的 各种折腾的效果消失掉 那么中共玩的这种模糊游戏的实际效果又如何呢 从客观结果来看 中共的这种模糊游戏真是愚蠢至极 产生的效果对中共来说是灾难性的 中共在南海台海和东海的一系列 无实之意义的军事挑衅行动 成功的把南到越南菲律宾 北到日本的所有周边国家地区都给惹毛了 中共的这种模糊游戏 逼迫日本彻底调整了他们的国家安全战略 甚至计划把日本军费在短时间内翻倍 同时让美国朝野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不断升级 同时也逼迫美国军方全方位思考在西太平洋地区 针对中共的新战略思路 正式启动了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新军事策略 华尔街日报6月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 面对中国导弹威胁 美国在亚洲采取新军事策略 过去几十年 美军在日本、韩国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的大型军事基地 一直是美国在亚洲展现军事威慑力的基础 例如美军位于日本冲绳岛的加首纳空军基地 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 拥有包括喷气式战斗机在内的总价值超过40亿美元的军事设施 过去这些年 中共大力发展导弹力量 中共的导弹数量和质量都在快速提升 根据美国军方估计 中共现在有超过1300枚导弹 可以用于打击亚太地区的美国目标 其中于超过250枚 可以打到距中国3000英里的美军关岛军事基地 而且中共研发成功的高超音速导弹 也让美国担心自己的导弹拦截系统的成功率 中共这些导弹直接对美国在亚洲的这些军事设施产生威慑力 在美国对中共攻台的模拟推演中 美军面临的一个灾难性场景就是 中共先发制人用他们大量的导弹彻底炸毁 如加首纳空军基地这样大的美军基地 让美军在这个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 彻底失去战斗力 这个情况让美国政界非常担心 佛罗里达参议员卢比奥5月特意向国会提交了一项议案 呼吁美国军方在亚洲军事基地 要为那里的飞机建造更坚固的掩体 但是美国空军高层表示 仅靠新的掩体并不能解决中共的导弹威胁 美国政府和军方正在考虑实施一种全新的 针对中共的军事策略 美国新的军事策略可以直观的叫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策略 美军不再依靠几个大型的亚洲军事基地 来存放它在这个地区的所有飞机 武器装备部队和指挥所 在这种新模式下 一旦美军发现冲突破在眉睫 它就会将许多飞机从大型基地 转移到一系列较小的设施 通过把武器装备和人员分散到各个较小的前扫基地 来分散它的军事资源部署 这样做就使中共更难通过大量攻击和摧毁 几个美军设施来实现对美国在西台北洋地区 全部军事力量造成毁灭性打击的目标 同时 这些小型基地还可以让美军 在可能需要的地方就近部署军事物资 缩短反应时间 这种战略被称为预先部署 要实施这个新策略 美国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首先就是在哪里能找到这些分散的前扫基地 根据这个美国新的东亚军事策略 我们就能更清晰的看清美国最近一系列外交行动的深层原因 例如 美国最近非常积极的推动和菲律宾军方的合作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菲律宾北端有多个地点 适合成为美军需要的这种新的前扫基地 靠近菲律宾北端的拉尔洛地区 现成就有一个小型商用机场 美军利用和菲律宾军队联合军事演习的机会 就在这个商用机场的停机坪上 搭起了为美军装备和部队准备的帐篷 停放着美国陆军直升机 拉尔洛地区就是美国通过和菲律宾最新的协议 获准的让美军可以用于军事用途的四个新地点之一 这四个地点中的三个靠近台湾 另一个位于菲律宾西部面对南中国海 显然这都是针对中共的 美军此前已经获准使用菲律宾的另外五个地点 也就是在菲律宾一个国家 近期美军就扩展出九个新的军事地点 虽然根据协议条款 美国不能在这些地点建造永久性设施 但是美国选择的这些地点 现成就有美军可以用的跑道仓库和指挥控制设施 可以满足美军的基本要求 同时美国也正向澳大利亚 部署更多的军事物资和设施 例如美国正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澳大利亚北部的机场 就是用来支持美军在东亚的飞机轮流部署 另外在位于关岛附近的美国管辖的提尼安岛上 美军也在升级当地的一个机场让它可以容纳美军飞机 最近美国还和位于澳大利亚北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一个安全协议 通过这项国防合作协议 美国承诺会保护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渔业资源 不被别的国家抢夺 同时这个协议也给了美国军事人员使用该国的设施的权利 当然美军这种分散部署 也给美军的后勤通讯和指挥控制增加了难度 我在5月13日的节目中 提到了美军开始把最新的人工智能系统 用于协调多部门和兵种的例子 这也许是美军在东亚这种新的军事策略的另一个体现形式 那么美军这个新策略到底有多大的成功概率呢 我感觉这个策略的军事意义我们先不谈 它首先对习近平的精神刺激的作用就不可低估 习近平在过去几年已经在不停的要求中国城市建设要有平级两用的计划 要求中共官员要保持极限思维等等 这些要求已经把中国人折腾的够呛了 美军的这个东亚新军事策略 虽然是防御性的 但是它的现实结果却是 它会让习近平看到 美军的军事设施 在短时间内在围着中共的周边地区遍地开花 这个新现象一定会进一步刺激习近平 那敏感的神经 我以前就讲过 中共最大的威胁不一定来自外国军事势力 它最大的威胁很可能来自被外部刺激后习近平的这些折腾 虽然生命在于运动 但是我感觉中共大概率会死于自己的折腾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订阅杰森视角这个频道